另外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 在今天特别南下高雄 他出席了民众党高雄市党部的成立典礼 不过现在外界就很疑惑 就说呢现在的疫情又爆发了 但是柯文哲怎么还是照跑高雄行程呢 结果他反而是急着炮打中央 问什么时候会有疫苗 在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发言人 庄仁翔就回应了 说现在还有二十几万剂 想要加强打就加强打 喊出北高连线 民众党成立高雄市党部 主席柯文哲为明年选战提前布局不言可遇 活动还邀请民进党立委 广币邻出席 似乎是想撕掉小蓝标签 只是相隔七十二天再爆本土感染 燃疫机师曾经造访清真寺 恐怕成为破口 台北市长柯文哲还老神在在 南下高雄跑行程引发质疑 强调自己紧盯疫情发展 柯文哲还把炮口对准中央 我算过第一轮如果打十个礼拜 再打第二轮再加十个礼拜 加起来二十个礼拜 那就已经五个月了 所以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知道即使是台北市长 完全不知道中央什么时候 会有疫苗 然后它的供应的速度 疫苗想在台湾全面开打 还要再等一等 眼前地方政府只能先做好防疫工作 华视新闻 江春宏梁洪志方啟年 台北高雄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